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相较悬殊 然后我有信心台中的选民是有水准的选民 所以他会看得很清楚 想一想大台中的未来在哪里 然后也许现在的民调 我就诚实开门见山 有两种 一种是参考用的 一种是行销用的 那大家都知道 你不要这么诧异 所以那我觉得 有的人因为先祖为主的观念 觉得我落后很多 二位数 但是这个二位数出现了两次 一次是我去报名参选 一次是被提名 都是这两天的第二天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差距 请问你 我们在初选的时候 不会做民调吗 会的 当然会的 所以当你公布一个差距 二位数也轻易为你所采信的时候 我们也在做民调啊 那差多少我们很清楚啊 这个民调是国民党自己做的 四月底做的 是我们从中央党部拿来的数字 我不太相信中央党部做了这个民调 因为我真的不太相信 哦 是 他做了四千多份的问卷 对 因为我如果去做了 中央党 国民党党部 台中市党部做了民调 输他就不公布 对 他是没公布 输5% 6% 7%他都不公布 那国民党如果没有公布 你怎么拿得到 好 那是我们记者的本事嘛 对不对 不过高市长您特别讲到 就在那两个很特别的moment 出来的民调才会比较不好看 输到两位说 那我也没意见啦 是 那为什么在那样子 特别您宣布要参选 也被提名了 反而民调数字是相对比较不好看 那个标题就是不参选还好 一宣布反而从落10%变20% 而且都是第二天 那我在讲 一个民调要一千个有效样本 理论上 那你一天六点到十点 要打一千个电话 大概有五百个有效 所以任何一个民调都是连坐两天 嗯哼 对不对 要公信力才够 对 那这个很巧合的日子都是第二天 嗯哼 连两天的两个晚上的时间都没有 嗯哼 那我也不怀疑 没关系 你有怀疑 我努力就好了 你有怀疑 我努力就好了 没有 我也不怀疑 我小的是都没回事 嗯嗯 对不对 我不用怀疑 是 我知道是怎么来的 所以您知道要更努力 但是我没有 不是 这个就是说实际上不是这个状况 嗯 那可是呢 民调做多了有机扣效应 嗯 统计学里面的 没错机扣效应 他把它当作污点 所以叫机扣 嗯 就说不正确的民调一直做 大家都会相信 是 真糟糕 等到你要改就改不了了 嗯 那现在这是您的困扰吗 小英主席第一个要拿下的是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关系 距离选举还有五个月 嗯 那么真正重要的民调是 11月29号嘛 投票 那不管怎么看这个民调的差距 都在接近当中 嗯 我想除了民调数字之外 相信市长您也了解到 最会被大家拿出来 问您的问题就是 如果您连任成功 要做台中市长17年 这在整个政治 民主政治的里程上 这算是一个 应该有的常态吗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现象 不过你不能够用民主政治 常态不常态来说 因为很少有人 做过省辖室以后 连着就碰到院辖室 以前几乎没有 这也不是你要来的 所以不是 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 不是我决定的事情 在民主政治里面啊 每四年选一次 嗯 对不对 对 四年选一次 你做的不好 四年就下来 嗯 你做的好 给你八年 是 你做的很好 给你十二年 对 你真的得到大家的支持 和信心 说不定给你十六年 十七年 嗯 那请问 这是选民决定的事啊 嗯 那如果一个人连选三次 赢三次 对 那是选民给他的肯定嘛 嗯 应该是他的长处吧 嗯 怎么会变成缺点了 对市长很 那你每个人出来一直讲 做太久 做太久 大家 哦 没有人做这么久 真的太久了 往人做看看 是 可是实际上 这应该是长处啊 嗯 这怎么变成短处了 对 这是市长您最厉害的地方 我们怎么样 让大家认为是 所谓的缺点部分 要翻转成为您的优势 来做宣传 我没有翻转 那这是事实吧 嗯 那我觉得把这个 当做缺点的人 嗯 才是翻转 对 议员 在议会里面讲 哦 你快要做得比奖公还要久了 这个才是翻转 嗯 实际上 如果选民给我做 我就做 嗯 选民不给我做 我就不能做 我每四年经过一次体验 对 我当然很感谢 吴敦毅副总统 前两天讲 胡志强 像一个 小镇里的医师 对 或者是教堂的牧师 嗯 守住这个地方 一守二三十年 嗯 这是奉献和情感 嗯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说法 嗯 但是你从民主政治来讲 他做久了 是民众一直给他赢啊 嗯 那是民众错了吗 所以年底您觉得民众会再让你继续做下去 我没有讲这个 不过我觉得 这个问题就是说它是应该是优点啦 怎么变成缺点 那为什么没有人只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把一个优点说成缺点 嗯 对 你也没兴趣啊 你也不想问这个问题啊 我才问啊 我已经在问说 我刚才说 你就讲说我年底会不会赢 嗯 但是我真的感觉 我很对不起哦 我感觉 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的看一看 嗯 在民主政治里面没有选民的认可 嗯 也不可能做这么久 所以我常常才给 那怎么没有人讲 所以刚才跟市长问啊 那接下来选民再给你肯定 那就是达到您现在讲的一个讲法了吗 对 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干多久 我只是说我很苦心奉献台中士 那我也承认 我在一开始一直在想 该不该再选 我在现在鞠躬下台很优雅 大家会拍手嘛 台中真的进步嘛 对不对 但是你耕耘了12年的花园 嗯 然后你看到 可能是一个一天园丁都没做过的人来做 你会不会放心 你当年也没做过园丁就上去做了 哎 可是我们可以 现在可以比较嘛 嗯 对不对 嗯 那你我耕耗了12年 我当然会看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两个都没做过 嗯 那你就选一个嘛 嗯 今天是一个做了12年 一个没做过嘛 嗯 而且拿不出任何东西证明他会做得好 嗯 嗯 我觉得啦 这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觉得这应该是台中市民在选您的主要 你说当年你也没做过 哎 当年是两个都没做过啊 嗯 现在是一个替你开车 开了12年的老司机 嗯 一个是一天都没替你开过的 你想用谁 嗯 所以刚刚市长您点到啊 我觉得这个意见嘛 是 您如果选择不选 其实可以很优雅的 现在很惬意的过生活 但是我就讲过一句 大家都知道的话 叫做放手容易放心难 嗯 嗯 我可以不做 但是我不做 我心里一直想我对得起对不起台中市 嗯 就这样放手 是 然后不管 我看 行行念念台中市民 不过于乔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听到很多的说法 到底是要参选不参选 为何又有一个职位说又有那个职位说 这又怎么回事 对 市长我们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其实针对市长要不要连任这个事情 我想大概在过完年之后二月份的时候 还开始比较明朗化 对 那在这个之前其实当然台北政坛 或是整个政坛的传言很多 我都会觉得说包括什么监察院长说啊 或者是注英代表说 那 注英代表 考试院长嘛 注英代表 考试院长 监察院长 其实都有一些风声啦 那我意思是说 注英代表我都不知道 意思是说 到底是最后什么样的原因 才让市长决定在连任 因为如果刚刚按照市长所说 你已经做了十 已经做了两任 十来年 十二年 十二年了嘛 对 十二年了 如果说真的要继续为台湾市里面服务 那早就应该下定决心要做啦 怎么会有这样的考量 所以当然传言很多 是不是说因为这个监察院长的职务 甚至总统并没有点头 所以事后才有这样的转折 可不可以市长跟我们讲一下 了解一下 传言我要到台北来做别的职务 包括行政院长 包括国民党党主席 那我把这两个位置一提出来 你就发觉 这大概是五六年以来的传言 一直不断 不是到了去年下半年 或今年上半年 二月以前才传的 已经传了五六年了 对不对 这是实话 那我一再在台中宣布 我政治的终点站 结束那个终点了 不是中间的终吗 是台中市长 我会把这个事做好 那有决心就做下去嘛 早一点宣布 这是你第二个问题 是啊 对 这是相对的嘛 我是想让给一个比我好的人嘛 这也不错吧 显然没有更好的人 我觉得都不能放心嘛 我一直以为会有一条情歌写出来 叫做放手容易放心难 这样大家都懂了 爱情最容易放手容易放心难 我就是这个感觉 我真的我也不骗人 请问台湾以前有人讲过 在选举的时候说 本来我也有考虑过不选 有人讲过吗 没有嘛 那别的位置 一直有人传 对 从来没有跟人谈过 马总统没有谈过 焦院长没有谈过 或以前的院长没有谈过 既然没有谈过 而且我表示的很清楚 我也跟你诚实报告 我被聘为国民党的副主席 我早就说过 我不希望做这个位置 但是那天马总统打电话来 行 他就跟我讲 他本来约我来台北 我说好我可以来 但是今天晚上十点吧 要把台中星空跑完 还要两个小时的车子啊 那他就说那不用不用不用 我打电话给好了 你太累了 电话打来他就说 朱强兄啊 我们国民党要聘三个 新任的副主席 就是三个直辖市的市长 另两位已经答应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叫我怎么讲 我能说在这个关头上 我能说不行 我不要 我最后跟他讲 我说报总统 我选举很忙 台中又比他们远 所以我可能不能常常来开会 他说那没关系啊 你不能来就请假啊 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 他提供给我的位置 我本来也不想接受 但是后来 你看这个状况和这个说法 在这个时候 另外两个市长去了 我能不接受吗 所以我必须诚实的跟你报告 从来没有人提供任何其他的位置 提供我也不考虑 所以是马总统在之前 其实在您宣布要连任之前 有几次跟你有单独见面的机会哦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谈到有关台中市的选举选情的部分 因为之前市长一直说 都没有谈到 但是后来总统有一次在一个场合当中 有时候有提到说 跟你有稍微聊了一下 交换一下台中选情的这部分的意见 那中间到底怎么 当时怎么总统 能跟您这样去再对谈的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我很无奈 包括这个曾永泉 副主席 跟苏俊斌也来看过我 来的时候跟我讲 一定要在家里 不要给任何人知道 所以记者问我 包括总统来看我 或者我跟总统谈到 我跟总统谈任何事情啊 像刚才那个电话 也许是我没礼貌 我跟长官谈事情 我不能发布 你们都是老记者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他爱怎么讲 他可以讲 那我不能出来就说 哦总统有见我 有讲什么有讲什么 我变成没有分寸 所以总统是有跟我谈过 曾永泉秘书长副主席 也有来跟我谈过 谈的用意就是 我要不要选 然后我的打算是怎么样 因为那时候我都还没决定嘛 那我就跟他讲 我在审慎的思考 如果你有更好的人 你就不要顾虑我 我又讲这个话 党部有栽培另外一个人 也希望有另外一个人 我可以让选 我不是非选不可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决定 我会在二月初 本来我讲二月啦 后来我心里实在不忍 我二月初 马上就讲了 不要拖到二月底了 对 大家天天问 像你们现在后来问朱立伦一样 天天问 你要天天答 等于是曾永泉副主席 跟苏俊斌主任到您那去 对 做了这样的询问之后 您才那时候拍板决定 没决定 没决定 也没决定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们有更好的人选 我绝对尊重 但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必担心我非选不可 那我跟总统也是这样讲法 是 所以没有聊到朱英代表啊 没有 我说过了嘛 那台北政坛为什么这么多呢 这三言 对 国朱 政坛里的 尤其是媒体的想象力 非常丰富 是 我们才会想象 对不对 那什么都想到 那我还替你补充 对不对 我还说补充了 也想到行政院长 也想到国民党主席 应该还有总统副民署长 当然 马先生不会自己来劝我选主席啦 当然不会 那是党里别的人啦 对不对 不过这也显然 台中这些年来 没有培养出您的接班人 这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困境的问题 所以这回又是一个决战大台中 又陷在这里 你不能讲说 培养不培养 我觉得应该是自动要有人出来 大家不够知道 培养人家如果不接受呢 再换一个 我实际上 蓝营也进行了初选啦 初选的结果 还是我领先啦 是啊 那有的人提到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问周书伟 周书伟模式 周习伟模式 我不是故意把你们的问题弄掉 但是 周习伟好像是初选输了吧 所以周习伟模式 我如果初选输 我绝对支持初选第一名那个人 因为我已经讲得很清楚 胡志强不是非赢不可 但是胡志强不是非选不可 但台中市非赢不可 我是把台中市的未来放得多久 台中市的未来 那现在面对的对手林佳龙 是您要二度跟他对垒 所以依林面对的 您这样打出来的改变 我们该怎么样来看 市长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市长对台中市民来说 最棒的就是甩开low way 就是说让台中市的能见度变高了 我觉得是台中市民 对胡市长最有感的地方 可是13年了 就是12年即将进入13年了 民众会期待说市长还有什么亮点 还有没有什么直白一点讲 还有没有什么心梗 可以带给台中市民更好的生活 但是好的有感觉 比如说像台东 靠热气球就可以翻转 那台中呢 台中靠什么翻转 可以让民众年年想来 年年期待的 台中最重要的一个下一步的发展 是经济繁荣和交通建设 全台湾没有一个城市 外面有环线 台中现在有一条环线 叫做台中环线 简称中环 就省到74 今年一月通车 你一定开过 绕台中一周 35分钟 假如你不超速的话 那是我7年以前 我突然间看出来 我做了小台中的市长 我觉得每一个城市 请问北京有几环 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 有没有六环我不知道 伦敦有没有环线 巴黎有没有环线 纽约有没有环线 华府有没有环线 哪一个大城市没有环线 台中没有 台北没有 新北没有 高雄没有 台南没有 所以我下决心要做一个环线 现在成功了 那台中人人人都用这个环线 而且高兴得很 你从太平大里要到西屯沙路 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以前要开一个多小时 这个你最清楚 对不对 但这个不够 因为我想台中环线的时候 我是小台中的市长 我没有为风源清水沙路龙井 一下来到乌日 台中需要一个大环 叫做大台中环线 所以一个中环一个大环 中环做好了六百亿 我出三百 中央出三百 大环因为已经做好差不多了 只有缺口 大概不到三百亿 两百多亿 我也预备 交院长已经表示支持 是 然后我们有三线铁路 海线铁路 只有坐火车到台中 说要注意不要做错 对不对 你到台南没问题 三线海线没问题 对 那竹南以后他就分三线海线 是 那三线海线下去在台中南边 追分又合起来了 所以我现在预备争取一条 大甲到后里 我不可能把新竹 画到台中里面来 所以我会有一个铁路环线 就是外人一直常常争取 要做三首线 三首线 东京三首线 环城铁路 很多先进城市都有 好 沛民就会想说要等多久 就是说 铁路最慢 我诚实讲 大环线未来四年一定做完 所以台中变成全国唯一的城市 有两条环线 那我告诉你 交通的便捷带来经济的发展 交通一定有感 8公里免费有没有感 有感 你知道有多少人做我的公车吗 一亿人 一年一亿人次 这个他知道 对不对 台北的人都不知道 好 那我还要说一句话 便捷的交通 带来经济的繁荣 那你说民众知道在国际知名 民众可能还不晓得 台中市在工商普查的结果 调查出来 行政主机总处的调查 五年经济成长 GDP生产茅额 成长45% 好 平均一年9% 是 市长的成绩 试论成绩斐然 好 但是民调上 现在没有百分百反应 那这次年底选举的选票上 是不是能够反应 好 我们刚刚说到 跟林嘉隆是二度的对垒 好 在之前的对垒 到上次的苏佳全 到年底的选举 这回 不会再是那个三万票上下的结果吗 没有人知道 你问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复 对 那您觉得 你应该充斥到什么样的上去 我觉得我应该把大家刚才问 就是说未来你要给民众什么感觉 经济继续发展 经济继续发展 交通继续建设 一年9% 拜托 在全世界各国当中排第9名 第8名还是第9名 什么叫保三 骄傲老师长 三倍呢 我们是三倍啊 大陆是做7万8 所以 你问的问题我要告诉你 未来台中的经济和交通 就是大台中实现中 那您觉得您的市民有感吗 我觉得这个是要一步一步来 市民在民调的时候 也许有一种说法 但是我希望他在投票的时候想一想 未来 这一票下去 决定大台中的未来 我的野心不止这一点啊 我是看出来 你给我20年 我当然不可能做20年 再做20年的市长 20年以后 台中的重要性和经济力 不输台北 市长我想请要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较起其他的六都来讲 台北市其实当然一直都是首都 市民有光荣感 高雄在民党执政 包括谢长廷一直接到城区之后 高雄市民的光荣感也上来了 那您要怎么让台中市民有光荣感 因为刚刚伊林的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是说 台湾市民当然看到市长很多的建设 跟动作跟努力 但感觉起来 好像台中市民对于自身的光荣感 好像并没有那么强 那市长您怎么样再去加强这一块 确实有民调 台中市民以身为台中市民为荣的感觉 绝对不低于高雄或台南 我有看过这个民调 而且最想移居的城市在台湾五都当中 是台中 人口增加的数字和比例 台中领先 最想创业的城市 是远见跟一个网路 网站合并调查 第一名台中 第二名台东好像 你会想到 因为人民喜欢台中的生活 第三名才台北 所以你问光荣感 对 也许民调上台中市民比较可 他不会给你高分 但是我有注意到 不管怎么民调 台中人对市政的满意度 是在五十一到五十九中间 也许是五都最末 永远过半 好 所以说其实在这段访问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台中市状况选情 就从胡市长口中说出来 好像没有大家想象 这么样的悲观 那待会回来呢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 那台中市民 到底期许未来台中市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会对很多的问题 对胡市长来提出提问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带你一起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